今天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也是全国公安机关第36个110宣传日 山东多地举办特色活动 庆祝警察节 今天上午 山东省监狱局 济宁市公安机关 威海市公安局 文灯奔局等单位举行 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升起仪式 伴随着激扬的中国人民警察警歌响起 景旗冉冉升起 高高飘扬 全体民警以饱满的精神和严整的警容 向国旗敬礼 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无限忠诚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改进工作作风 创新工作方式 在打击犯罪上重拳出击 在守护一方平安中尽心尽责 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警徽天才 今天是第二个人民警察节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 我感觉到非常自豪 我将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蒸蒸誓言 为平安景景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在青岛 青岛市公安局在五四广场 举办了庆祝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110开放日 即优秀反诈宣传文艺作品 展播活动启动仪式 三架特警无人机挂载着国旗 警旗反诈标语 缓缓飞过五月的风雕塑上空 紧接着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以一套动作干脆利落的拳击操 展现过硬的战斗素养 本次活动以人民至上110 永逸护航新征程为主题 现场设置了宣传唯一作品展 警种装备展台 反诈宣传主题展板 吸引了大量市民群众驻足观看 从那边特警的装备 到那边的交警的骑程都有看到 像我在这还拿到了一本牌 里边有很多内容 也是关于反诈的 回去过节之类的 跟家人都会灌输一下这个事情 感谢观看